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不去旅遊了 現在旅遊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少人看喔 都沒有人訂閱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做開箱文 我們第一集開箱文就開大了 直接開 直接開這一個家 這個雜謊是Ikenia的房子 是一個兩層樓獨棟獨院 在台灣就是叫做別墅 還有一個車庫 有庭有院 等一下我們今天就做一個House Tour 今天這個地坪是60坪 有60坪 200多平方多米 兩層樓 四間房間 日本叫做4LDK 大家都很好奇 大家都說日本的房子很便宜 我跟你說北海道雜謊的房子 更是便宜 在疫情之下 我已經沒什麼收入 我跟我老婆還是買了一間 這一間26年 不是新的26年的房子 為什麼買這個中古的房子 我可能會在第二集或第三集 再跟大家講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House 長的什麼樣子 跟著我一起走吧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我新買的房子 這個門還蠻大的 那在這個雜網的北海道房子都會有一個玄關 因為外面都會下雪 所以來這邊有個玄關 放你的鞋子 或是把你身上的鞋 先潑掉 那日本的房子的好處呢 他這邊很多的櫥櫃 他都已經就是 蓋房子的時候就已經是蓋好了 你像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鞋櫃 超大的鞋櫃 那他可以至少放上百雙的鞋子 我老婆超喜歡這個鞋櫃 那這個因為是北海道會下雪 所以有一些長筒的一個靴子 那這邊也有設計好 從玄關進來就是會見到這個樓梯 然後這個樓梯我超喜歡的 那他因為看起來 這個全都是石木的 那看起來非常的典雅大方 然後還挑高一個天井 直煞屋頂 我撐的超喜歡的 然後這個扶手也是石木的 摸起來就非常的紮實 這樣走上來 哇 就覺得好像自己 住在豪宅裡面 那上面是二樓 我們等一下再上來看 我們先下去看一下我們的一樓 跟大家看一下這個玄關 然後我們進來 進來這個就是一個客廳 那日本人很常就是客廳跟這個飯廳是合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一個廚房 那他們日文叫做Timing Kitchen 就是你在這邊做菜的時候啊 你還可以看著電視 還看著你的小孩 那這邊等一下會放沙發放電視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個廚房 你看到沒有 所有的櫃子都已經設好了 你都不用再花錢 房價就已經含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其實我搬進來 我沒有花太多的錢 我在之後第二第三集再跟大家講 我真的花的錢 花的還蠻少的 大家聽到可能會嚇一跳 哇這個山爐的 富豪的齁 那這邊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大家猜是什麼東西 看一下好 他有沒有猜到 他看到這個標示就知道了齁 就是往來烤魚的齁 那我是不知道日本其他地方 本周是不是有同樣這樣的一個設施 因為北海道四面黃海嘛 那北海道我們真的是 海鮮也便宜啦 所以大家都蠻愛吃海鮮的齁 那像這個烤魚就很方便 那我用過幾次 真的蠻方便 就是把魚放進去 然後去烤 你調一下味鹽 沾一下齁 烤一下像烤肉這樣 魚就烤出來了 非常的方便 我很喜歡這一個功能齁 那看一下這個櫥櫃齁 都用好了 真的非常的方便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地上這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也是台灣沒有的齁 那像這個有 大家猜猜這什麼東西齁 哇 也是一個很大的儲物空間齁 那上次賣房子跟我說這可以放一些 他們很常放飲料啦 就是這邊溫度還算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可以放飲料 哇 還蠻特別的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客廳 那雖然地很大 那因為日本有一些建築法的規定 那室內空間沒有蓋的想像中這麼大 那這邊就是一個客廳 那其實這邊呢 其實是另外一個房間 但是前屋主把這個牆壁打掉了 整個跟客廳這個房間連通起來 看起來比較廣一點 看一下齁 這邊就是一個客廳喔 跟飯廳 其實這樣看起來還是蠻大的 那我再介紹一個台灣沒有的東西 比較特別的東西喔 那看到前面這一個白白長長是什麼東西 大家沒有想到 就是一個暖爐喔 因為北海道冬天時候是非常的冷喔 那所以家家戶都要燒這個沒有 來取暖喔 那這個已經設計好了 我都不用再買了 非常的方便喔 接下來我們參觀一下浴室 跟放洗衣機的地方喔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台齁 那在日本的地方呢 它的洗手台 衛浴呢跟廁所齁 三個東西齁 是分開的齁 跟台灣非常的不一樣 我剛來的時候也非常的不習慣 大家看到這邊是洗手台齁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這個他蠻不方便的啦 那當然可能北海道這邊會下雪啊 所以你洗衣機放室外啊 是不是有一些不方便 塞衣服也在室內 那這個沒辦法 那就是冬天一直會下雪 那只能放在室內喔 那這邊還有一個這個不錯 換氣 我不是很知道這個功能 我猜可能是在這邊曬衣服的時候啊 可能要開這個衣服比較容易乾吧 那如果有其他住在日本的人 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講 是我講錯了齁 我猜的 那我們進來參觀一下我們的浴室喔 那日本的浴室呢 都是這種一體成型的齁 那就是兩個原因啦 一就是方便很快就蓋 二就是便宜啊 那還有個浴缸喔 還有這邊泡浴澡 日本的就是愛泡澡喔 這個浴缸還算大 比我上一個家還大一點 那這邊有一個淋棚頭齁 那這個洗澡都是做的 是不是很棒 那這個顏色我覺得如果是黑色會更好一點 比較典氧一點 這個顏色我就比較不喜歡 但是買二手的嘛 沒辦法 這是便宜嘛 那我們去看一下廁所喔 好走吧 那就這是個廁所喔 那屋主還蠻喜歡粉紅色的 那這邊有附著一個免治馬桶 那比較形狀 這個類型比較舊一點 哇這個在這邊 這個上個廁所還不錯 那在日本的廁所是跟衛浴分開的齁 那其實有一些原因啦 那日本人其實很喜歡泡湯 那你泡湯泡在那邊的時候啊 那你就會在 就會看著一個馬桶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像我老婆就在台灣很喜歡泡澡 他在泡澡的時候呢 就覺得為什麼我泡澡的時候會看到一個馬桶 就是大家上廁所的地方 他就覺得那個氣氛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日本愛泡澡 所以這個廁所啊跟這個衛浴是分開的齁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就是說比如說你早上啊你想去洗澡 那如果另外像有人又要上廁所 那你分開是不是很方便呢 就不用在這邊等來等去 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因啦 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是蠻不錯的 那我來日本其實也住了半年也漸漸習慣這樣的 就是廁所啊跟衛浴是分開的 那我也覺得也蠻方便的齁 如果如果你在台灣蓋房子啊 也可以思考一下這樣的設計 是不是也是挺不錯的呢 那我們接著就上去看一下我們的二樓喔 二樓有三間房間喔 我們現在參觀的是二樓最大的房間喔 那這個通常就是要主臥室 不過他不像台灣的主臥室會配有衛浴喔 那日本這種一戶建的房子 通常就只有一套衛浴喔 那這個每個房間都有這個櫃子 都已經設計好了 打開一下 其實空間非常大喔 很大的出入空間喔 這邊可以吊衣服喔 那前面都有配好這個暖爐喔 你不用再買的 不然買那個還蠻貴的 每個房間哪一個 花了很多錢 買這間中主的房間 這個什麼都不用買 省很多錢 超棒的 哇 那我們看一下齁 其他房間 哇 剛剛補充一下這個主臥室 我看起來應該有六坪 我們看一下這個房間喔 這看起來差不多四坪左右 同樣也是有 每一間房間都配有這個 壁橱喔 省掉很多錢啊 不用買一些 比如說買一些就是家具啊 然後這邊看過去 看下去 看下去就是一個院子喔 車庫喔 來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間的房子啊 其實 這個 整個樣子啊 跟第二間其實是 很類似 也是一個壁橱喔 暖爐 不用再買了 一個暖爐才日幣喔 我看也要兩三萬喔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現在參觀一下屋子的外觀 然後我介紹一下 有一些北海道獨有的設備喔 那這邊就是電錶水錶 沒什麼特別 這個要介紹一下 這個叫Row Heating 就是說你在冬天的時候啊 就是前面這一條這一條路 你只要打開這一個設備啊 他就會加了 你就不用去 冬天就不用去掃雪 他有沒有龍雪設施 這個超方便的 不過我昨天有問了屋主啊 這個如果你要冬天打開一個月的這個 他是燒的是沒有 一個月要燒多少錢 他說他燒四萬日幣 每天開啦 那我試狀況啊 如果疫情還這麼嚴重呢 我看我每天還是出來燒雪好了 如果 疫情結束了 那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開這個Row Heating 那這個就是放沒有的地方喔 還蠻大的 四百多公升 然後這個是後院喔 那就是 這邊有一個建築法啦 就是每一棟每一棟呢 中間都要隔一公尺齁 你要符合這個法規喔 不然是不讓你蓋房子的 這邊有隔一公尺喔 然後在北海道買這種一戶建的好處 他就一個齁 你要有自己的開心農場齁 你要種什麼都可以喔 可以種種菜啊 種種草莓 種種什麼 什麼都可以種喔 那我們就走出來喔 這邊又一個小庭院喔 那你可以烤肉 種種花花草草喔 那這個是一個車庫喔 車庫還蠻大的 那裡面沒有燈啊 很暗 我們就不進去拍了 那這個整棟就是一個六十坪喔 那在日本有一些很嚴格的一個建築規定喔 他的 他的建築比例只有四十percent喔 就是也就是說這個房子是六十坪啊 你只能 建幣率只能蓋 四十percent 也就是二十六四二十四坪喔 那容積率是八十percent 也就是二十四坪乘賀 就是你室內空間最大就只有四十八坪喔 那這個都很嚴格的限制 你不能亂蓋喔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呢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房價跟利率到底有多低 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進去裡面 在公布這棟房子的價值之前 我想跟大家閒聊一下 我為什麼移民到北海道雜謊喔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台灣台北的房價太貴了喔 我已經在台北工作了15年喔 那我在台灣我已經40歲 我已經生活了40年喔 我連一間自己的房子我都買不起喔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喔 就是台北的房價真的太貴 不只台北喔 全台灣喔 你知道有人住的地方 台中高雄 這些我們這些年輕人 要去工作的地方 房子都很貴 那我們的薪水其實也沒有漲太多喔 那其實我工作了幾年之後 其實我的薪水年薪都有破百萬 那我因為我是高雄人 我一直想回高雄上班啊 但是一直等 一直等高雄的薪水太低 所以我一直在台北上班 那等到我意識到房價一直漲上去的時候啊 我想買房子的時候已經買不起了 那時候台北 我當初是住在戲子嘛 那一間破公寓 30年的破公寓喔 如果是像我同事買在東湖啊 也要一千多萬 一種三十幾年的老公一千多萬 那如果你是要在戲子買個新大樓啊 三房的也是要近一千五百萬啊 那40%在買公社 我不知道我是買房子我還是買公社 我是睡在公社嘛 我是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一直 就是沒有人力買 我也不想買 一直到了北海道 怎麼這邊房子這麼便宜啊 然後獨棟獨院的 還有雙車位 然後自己的地 自己的庭院 那小孩子還可以在前面烤肉丸啊 所以我就那時候決定 跟老婆商量之後回到雜謊這邊定居 那講了這麼多廢話 我直接宣布多少錢 這間房子26年雜謊市門牌 離市區有一段距離 開車要40分鐘的房價是 一千一百萬 不是台幣喔 日幣喔 一千一百萬日幣喔 那這些資料 就是我口頭講啊 也不要拍出來給大家看 那換算台幣 現在匯率差不多就是三百萬台幣多一點齁 你可以想像這種獨棟獨院 只要三百萬 這個就是我決定移民到北海道雜謊的原因之一齁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日本政府很鼓勵民眾買房齁 那我跟的是一間叫北洋銀行齁 我老婆啦 我老婆是日本人 所以她去融資 跟北洋銀行借房貸齁 你知道利率有多低嗎 有在台灣買過房子 台灣最低就是1.5啦 一般啦 如果你條件不錯的 在這邊 其實我老婆條件沒有很好 多少 0.7% 還借你35年 大家在台灣就是現在在看我一度的群道的朋友 聽到是不是覺得 台灣真的是沒有什麼居住正義 更何況這邊 這邊雜謊 平均年薪再怎麼低 也沒有台灣低 但是房子就這麼便宜 那當然買房子有一些雜七雜八的費用 差不多就是房價的6到8% 有一些仲介費 那移轉登記費 那一般就是6到8% 那這次北洋銀行呢 甚至超貸 不是甚至超貸給我們 一般就是會多貸給我們 我們 所以在以台灣的說法 他不只借錢給你 基本上就是超貸給你 超貸你40萬 我零首付 我一毛錢都沒有拿出來 我們就買下了這一間房子 所以在日本買房其實還蠻簡單的 當然前景你要 基本上你另外一半是日本的 或者是你有永住權 基本上你買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還有一些 最近因為去年消費稅有漲價 那日本政府有一些住宅的資源 補助措施都蠻不錯的 那這方面的補助措施 關我老婆那邊住宅的一些補助 就可以陸陸續續 差不多可以節省到100多萬日幣 那這些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們在如果你有興趣 在我下面留言 希望我多拍一些有關 日本找網房價的事情 請在下面留言 並訂閱我頻道 那我在之後再詳細跟大家說明 這些日本的補助措施 怎麼拿到的一些條件 還有一些小小的撇步 那這一次我們拿到原因 也是因為有一個開了一個耐震 適合證明書 這也是一個小小的撇步 那我們在之後的 之後的我的就是影片 裡面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希望我這一集 請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現在訂閱才600多很少 那我會持續再介紹北海道的一些房子 房市的事 如果你喜歡 持續關注我 今天的北海道找網房子介紹都到這邊 再見 拜拜